各位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韦静 建功之前要准备些什么呢 求职讯 西装 不如看看这帮年轻人 他们又怎么准备吧 哎呀 好了 妹 不用再做恐怖拉筋了 错 上次Chris和Kenny就跟你说了 要了解自己的长短处 我的短处是不够高 我的长处是有毅力 我会证明给人看我是有心有力的 所以我会继续增高 说不定有一天航空公司会被我感动 哎呀 又错了 喂 忙着了 你开门吧 谁啊 我的朋友啊 嗨 嗨 Syri 嗨 你好 你喜欢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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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用再做恐怖拉筋了 不是啊 我们陪她拉筋的 不是啊 168不用再高 不过我有点东西想麻烦你 什么事 不过求职讯吧 不要了 谢谢 好好好 逐一封来 逐一封来 这么多东西要我看的 先看这封吧 整版本都是照片的 一看这照片就知道是我了 是不是很刺激呢 你应征做模特还是电影公司 什么事啊 什么事都可以 不好刺的吗 多点照片才能吸引到别人的嘛 我帮我表妹每部小学的 组织都是这样做的 我都是这样帮我砌好一些照片 那便让她进入文校了 问题是你这封是求职信啊 我是你老实 你以为我会不会见你呢 一定见 我是读一无疑的 那倒是 是的 这是论文来的吗 我建了你家公司的底子了 对的 知己知彼是百战百胜 但是你只做分析就多过我只求职 还有你看 你这里还批评人家公司 我心理学第一年已经读批评思考了 critical thinking 但是我恐慌别人见到你这封信会 就是有很极端的反应而已 那是怎样呢 要么他们就会很喜欢你 立即见你 要么就怕了你 连见都不见你 那我这封呢 你这封呀 先看看 喂 烤了点啊 哎呀 上网差不多了 2008年 个个生气了 嘿嘿 聰明一点啦 好 应该到这封了 不是呢 喂呀 你整发了 嗨仔伯友啦你 哎呀你竟然手写呀 是啊 亲责履历嘛 我就亲手写了 最有诚意就是我啦 真是估计不了啊 不会 不过 你这份东西这么多个白油 写了一字很正常而已嘛 我近年没写过这么多字了 哎呀 那写错字改正又可以理解的 哎呀 你这样都可以呀 又是我呀 韦正 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他们哑哗鬼叫都不是办法的 不如我们请上一集的嘉宾 Chris和Kenny 指点一下 求职信就不跟私人书信 求职信是需要预备大量修改 和大量复制的 那如果说到这样的话 那当然 手写 怎么都不及用电脑去处理 这么方便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而已 最重要的 就是你能不能够 在你求职信的履历里面 清楚 厄要地突出一些 能够雇主最想知的东西 那些是什么呢 我们回回头说 因为上一集 我们曾经提过 其实雇主最想知道的 就是三样东西而已 学历 工作技能 你也知道了 你拿了一张证书 你也知道学历 工作技能 就很明显 那些广告已经写出来 你要懂什么文章 工作技能 但雇主想知的另一样东西 就是生活技能 如果生活技能 譬如说乐观 很有创意 这些生活技能 如果能够跟你接近的工作 是有一些呼应 甚至 是能够提出一些往迹 即是一些以往的表现 如果是因为你这个生活技能而带来的 那你的封求职信将会如虎添翼 是吗 是我有一个例子的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社医求职信的朋友都是一些学生 那我就拿这个做例子 那有时候学生我过往没有工作经验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学校里面一些活动 或者在自己的居住的社区里面 有一些活动能够可以做一个例子 假设如果你的生活技能是创意的 还有你说你是一个 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所谓叫做team player 那怎样可以放在生活技能很具体的 这样给到那个准雇主知道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对于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我就说我也是很有创意的 我曾经在我自己的社区中心那里 就帮他们全身计划了一个招募义工的计划 那个招募义工最能够帮助那些老人家 去做一些社区的服务的 由于我的计划成立了 我成立了之后 我的计划最终能够吸引多了 义工的人数的百分比 是多过我没有这个计划之前的30% 提升了的 那这个呢 这个这样的例子就很能够 清楚和厄要地提出了你那个生活的技能 怎样可以应用在你生活的上面 而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例子 你很能够呼应到 你将来那份工作的技能是相关的 能够呼应相通的 那你的僱主就立即看到眼睛都大了 他觉得这个是最值得他想见的人 即是说求职信如果能够写到那些往迹 一定很吸引 不过我在这里特别提提大家 如果你往迹太多 你一定要很精简 很精挑适选 选一两样东西 就写好了 因为求职信不可以太长 就像Syrus的封信 求职信他所里要这么多张纸 其实是没必要的 他只需要一张纸 尽可能一张纸里面就解决问题 对不对 就像这里 Bonnie他不是说 运用他自己批判的思考 分析公司的底细 我认为都是需要的 不过就不需要写个求职信 没错 除此之外 我在这里还想说多两件事 第一就是你的字体不能太小 点12就是最适中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看你求职信的人 未必眼睛是这么好的 第二就是你不要选择一些 古灵精怪的字体 最尽可能都是选择一些 比较正经的字体 去打你的那封求职信 这样你的求职成功的机会 或者获得面试的机会 亦都会大大提高 我们希望以上所说的 能够对你们这么多位 去找工作的时候有帮助 希望你们可以找到一个 理想的和愉快的工作 那我们真的要由头写过信 还有 麻烦你们你们 静静静静地拍一张建功照 行 我不是叫你自拍的 蠢 那我们用Apps来收拾的样子 哎呀 免得跟你说这样 还有 预备一套战衣 战衣 每个人一生中 总有一套战衣 我猜Chris和Kenny已经解答得很好 不过在他们解答的时候 这班不清人又给了一些问题 不如我又亲自去和Chris面对面 请教一下他 喂Chris 你好 我和Kenny已经解答了一些问题了 帮不帮到手 可以帮到手 但是他们拍了很多建功的照片 叫我带来请教一下你 哦这样啊 好啊 随便随便 那些照片在哪里呢 在那里 其实建功的打扮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其实我拿着一个大原则 就是你要着到 令到雇主感觉到你 对你将会建的这份工 有一个专业精神 嗯 怎样才是专业精神呢 有几件事 第一就是整洁 第二就是准确 第三就是有规有矩 第四就是有重心 第五就是要有口脈 第六也是最后很重要的 就是和你的环境和工作配合 那怎样在穿三个方面 展示出来呢 我们先讲整洁的层面 譬如Siris 他穿了一件很整洁的西装 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他会穿一个适合去户外行山活动用的背囊呢 还有他会带着瓶水在那个袋外面 其实两样东西合起来就好像有些冲突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就是 他穿那个背囊去建工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你去建工的时候你会带着很多证书和文件 而这种的袋是会很容易令到你的文件是整潮了 而当你在建工的时候拿那些文件出来 被人的感觉就不是那么整洁了 所以我其实就不太建议是什么这一类型的袋 是在你建工的时候用的 应该用一些手抽的袋 让你把文件放得更整齐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会整洁很多了 那Icarus呢 其实上班就有上班的规矩 你上班的时候就被人的感觉 应该是随时处身在工作状态 很明显Icarus现在穿了一对 是适合平时行街的方便的鞋 这双鞋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不是一个随时准备在工作状态的一种鞋 我就不是那么建议 其实穿了一对少少高跟的鞋 应该适合一点 那穿越高越就好了 没错 其实高跟的鞋的确是可以令人看上去越高一点 而且你走起路上来有机会扼得多 但你要小心 如果你的鞋越高的话 有机会令你走起来容易失识平衡 容易失重心 那时候就会很危险 即是有重心是吗 其一 做事最重要是说你要有一个重心 其实任何雇主请人都不想请三心两意 做事就有时候觉得你眼花缭乱 幸好这时很飘忽地飞来飞去的人 每个固执都想请一些很集中的员工 所以基本上我们 如果你在穿衣服里面怎么告诉人 我是一个有重心的人 我是一个很集中的人 基本上你身上没有多过三种颜色 所以大部分的人你会发觉上班的人 他会穿一套深色主色的套装 另外再加一点点 如果有点变化的就是在领口位 比如领胎 丝巾 在领胎那里是花一点点心思 令到你望下去 我只望着你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整个人的重心 其他地方你尽量不需要忙 也不用花心思去特别处理 这个就是有重心 例如有些朋友 例如我重视这份工作 我除了穿着很漂亮的西装 打过很漂亮的领胎之外 我还戴上一个袋巾 其实这些可能会过了浪 比一个正常建功的场合 要求的打扮是可能多一点点 我其实就不太建议 这些我们叫做多余的东西 但你上了年纪的人 通常都会放一些手巾 但你现在很年轻 年轻的人就不敢说 所以这些我们叫做多余的东西 尽量不要放下去 譬如有些朋友 有些女孩子戴眼镜 戴眼镜就够了 有些朋友说 我还戴着很夸张的耳環 夸张的耳環 你可以说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耳環 因为这个很漂亮 但同时要留意 因为当你建功的时候 你有机会说话 你的头会移动 耳環会飞来飞去 人家看着你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的眼睛很花 看哪里好呢 这些我们都叫做多余的东西 这些多余的东西可以拆除它 令到你看下去 整个人就很准确 很准成 你不会觉得无端端有一件事多出来 有些东西是令到人分散了注意力 你说过整洁 规矩 有重心 和准确 我又想问一下 口物是什么呢 每一个雇主都不想请到商业间谍 对吗 大家都不想请到一些大口仔 就是你口没遮难的 随便把你公司里面的是是非非 你拿出去和别人说 的确有时候你讲这些东西 是会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 你可以打开一些话题 但是如果我们俗语说 这就叫做是非当人情 在职业生涯里面 其实这种作风 不是那么受雇主欢迎 我们雇主不是很希望见到这些人 所以你口物是一个很重要 亦是很值得各位打工的朋友 是很真实很重视的一个个人特质 但是你在建功方面 雇主他怎样看到在谈话上 他是不是一个口物的人 还是怎样 谈话其实有机会 可能你未必在这么短时间 在建功环境里面 你会看到你是一个很喜欢 拿的是非当人情 因为大家都初相识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 只能透过我们的服装 去告诉别人 我们其实不是一个这么随便 这么容易暴露出来的人 为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 很喜欢吸引别人的注意 我们就在谈话里面 说一下笑 搞一下论 暂时会说是非 但是那种心理状态 等于你像你拍照 比如拍照的时候 有些人突然间突然间 就会这样 等别人无端端 就让人呈现肌肉 试一下肌肉 这种是一种心理状态 我们很喜欢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很喜欢透过显露一些东西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我们在建功时 我们尽量不要被人知道你是这样 甚至乎你也要训练自己 不可以是这样的人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掩飲的人 在工作环境里面 你会有机会处身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但是有些男士们喜欢不打胎 穿衣服 扣少一粒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关于口闻 或者显示自己一个高傲 还是怎样 这个分两体 如果你譬如说 他基本上是一个不整洁的人 所以他忘记扣楼 这个没有多个国安 已经跟整洁的层面拉上关系 但不是的 他整身的打扮都是非常之 你会觉得他很有心思地去做的 但是肯定是这两个位置扣少两粒 目的其实可能就是他吸引你的注意 有些人是这样的 我们扣少两粒 吸引你的注意 这种我们就说 如果你建功的时候 这个就可能跟我们所谓的 专业精神里面的口吻是有点冲突 所以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口吻就是 你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随便去做一些事情 去吸引人的注意力 我们透过在衣着上 就是你建功的时候 尽可能是穿得体一点 尽可能我们叫做不适当 或者不是那么恰当去暴露的东西 我们就尽量不要暴露 那他见那些健身教练 或者他见跳舞那些 穿到背心才见到他的肌肉 他施展一下他的肌肉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因为你的行业 需要你这样做 你这样穿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最后一个 专业精神 就是你要和你的环境配合 你没有理由你穿健身教练 因为你做健身教练的时候 你的肌肉就是你最重要的一个 你一定要让人看这个理力表 你不可能穿棉衣去健身教练 你上次穿棉衣 你也要让人看到肌肉 最后你也要 所以就是看你的工作环境 看你的行业是怎样 我其实都很建议 所有大家去准备见供的朋友 其实你应该去考察一下 你将会见的行业 和你将会见的公司 他们平时的人是怎样打扮 怎样穿的 你尽量和他的环境配合 会相得益彰 也会更加令人觉得 你其实是有个心态 是准备融入他的公司 好 多谢你Chris 解答了很多的问题 别客气 听完Chris说关于穿衣 我的任务又要继续 不如看看化妆方面的事情 今次请我这位朋友 唐本锋先生 请教一下他 关于面试见供的化妆 咦? 他和人在化妆 不如去片 看见 其实这样说 在香港化全妆 其实男生在健康 就真的好少 但我觉得男生在健康 最主要是清洁 因为有很多男生 他不太注重 他臉会很油 还有很多暗瘡 还有死皮 干的情况有很多出现 所以呢 最要是清洁 清洁完之后 再塗一些奶油 就已经够了 女生反而 你说做很多阴影 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女生 其实 她们自己的化妆技巧 又不太高 如果她要做很强的妆 其实又比较困难 所以当然 跟刚才男生一样 她们最重要就是清洁 很重要 但很多次女生 不知道为什么呢 很多次我见到的个案 就是说她们的黑眼圈 都比较厉害 所以其实我建议 男和女都是 前一晚早点睡 早点去预备 他们去见供的东西 等那个黑眼圈 没那么厉害 其实她化了妆 以后 飞入少了 其实她们精神一点 就已经很够了 如果她们是专业人士 如果她们是专业人士 去见牧师行 去见IT或者计划 去见计划 我不会建议她们做很浓烈的妆 因为本身最重要就是要精神 不积意太浓妆厌没 你又有抹上膏 你没有干的皮肤 其实都很足够了 但是如果你见到的妆 是一些艺术性的妆 例如你去和我一样 去做化妆师或者派营师 其实那些妆 就可以给你多一些创作性 你可以在自己的形象上 做多一点的造型 所以你可以用多一点颜色 还有妆容多一点 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这些行业 需要看行业的 老实说 就算化个农妆也好 我想三种颜色 例如是胭脂、嘴和眼睛 基本上有三个主要颜色 如果是协调的话 就已经可以了 我不是胭脂 通常离不开 都是橙的 和红色的 看回你的肤色的深浅 如果你是肤色深的 通常我们会用橙色的 如果你是白折的皮肤 那你就会用粉红色的 红色通许多一点 其实很简单 你看一下 那个行业的人平时怎么穿 不多不少 如果你想进入那个行业的话 你都会知道 那个行业的一些出名的人士 或者一些你认识的朋友 都可能是那个行业的人 你看一下他平时怎么穿 基本上你跟他的穿法去做 和那个妆容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我觉得 可能你会有自己的喜好 但是 你又看回业界的人士 那些人 他们那个 平时的practice 是怎样的 来到去adjust 因为始终你去 见那份工 都是见那个 学经理 或者日志部 都是见他 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想你那一刻 可以放低一点 你自己一些特殊的喜好 去见成一份工之后 才再去查一下 还可以的 我觉得 基本上我现在在做这个 没有特殊去见一个工的 这个只是我们见普通 比如说行政 或者一个普通的职位 你说文职那些 都可以做的一个装 那我最主要 基本上都只是做回 他那个轮廓 可以见到是 他个人看起来 譬如做得精神一点 还有 嘴唇不会很干 不会有死皮的状态出现 最主要是这个情况 那个人看起来精神 那个户主都会 请他承受到高一点 最主要是那个眼线 因为很多女生 刚才说 如果前一晚也不够睡 整天就去涂 那眼睛就大 眼睛就没有精神 那一个眼线 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有个眼线之外 我们再在那个 眼窝的地方 就做回 让他看起来 整个眼睛就清晰一点 看起来就会精神一点 那当然 如果你由一步一步 很多时候嘴唇 都会是比较浅色的 所以呢 都要塗上一个 少少红色的唇膏 让他的健康感觉回来 胭脂椎 基本上我们是做回 那个群骨位 那个群骨位 清晰地 有那个健康感觉 就已经可以了 那个群骨位 那个群骨位 基本上 你看到现在最突弱的 就是这个范围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骨 在这个部分 也是最贴近皮肤的 所以你看到有时候 可能有些朋友 跑完步 发面红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位置 开始红的 所以 腌脂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已经可以足够了 那么说 刚才又说了 你如果见到那个群骨 很多时候如果不是跟潮流 很大关系 如果你做设计师 你做发型师 或者发装师 那些的话 很具创意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 多些颜色选择 但本身这个嘴唇 就是刚才提到的黑色 其实我就不太建议了 因为就太过激进了 这个颜色 所以嘴唇很多时候 好像 比如说现在这个模特 他那个嘴唇 我们用一个 自然的膚色 自然的唇色 但当然 如果你 刚才我说 你去见那些是设计的工作 你整个外形 都是用一些很鲜 很激的颜色的话 你嘴唇颜色 可以相对地 用鲜红 也是可以的 当然他因为见到那份 是一个设计师的工作 他那个外形 都是很设计师的 所以都可以配合到 他可以配合到 当然 对 平时来说 平时来说 对 因为最重要 我们在做一件事 就是看起来 那个人是精神了的 所以 如果可以 当然你做完那个眼线 再做那个 睫毛液 那就相低一张 基本上 你那个眼影 如果你不懂得化 可以 skip了它都可以 其实怎么说 如果那个眼睫毛 是一个自然 比较幼小的话 黏一点点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本来 如果你又粗得很重要 看下去 整个数码 其实我就不建议 我会建议他 当然修剪一下 其实男女都会有这个情况 修剪一下 他会有点点 没有有外观尖 我才知道 其实这么说 你化妆方面 没有特别处理 如果你说处理到 也会特别化妆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你看一下 你那个人的性格 你想得到 份工多一点 还是想留住风水多一点 所以我会有一个交易 我觉得 看完今集 是不是获益良多 今天约了要见人 我都要整整件衣服 化妆 下集再见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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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